哈喽大家好,我是制作学,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款国产的名版扣粮 咱也是好久没有吃国产的扣粮了,懂得都懂啊,不多说 赞其的E3便携式自作炒饭,外加一盒必扣能量棒跟压缩饼干 这款自作炒粮总共是6个餐谱 十斤炒饭,不是十斤啊,咖喱鸡丁炒饭,青豆牛肉炒饭,黑椒牛肉炒饭 紫然羊肉炒饭,酱香肉丁炒饭 都是一些经典餐谱啊,什么猪肉牛肉羊肉困肉沙湾的硬有精有 这款呢,它也是一个巨粮厂粗的,其实它跟军版的制作工艺呢,也差不了太多啊 搜白了,它就是一个换瓶简化版的E3单饼口粮,明白 军价呢,18块多一袋不算特别便宜吧,正常价格 OK,话不多说,来个点赞,直接开招 咖喱鸡丁,紫然羊肉,黑椒牛肉 今天呢,我们就吃的三包好了,应该够吃了吧 不经意间呢,又节省了一顿晚饭钱啊,真不错 这俗系的小包装,它的配置呢,很简单 一份主食和加热袋,然后加一个灵魂香辣酱,还有铸碎袋,勺子和纸巾 简单出包,OK,赶紧来夹热一下 这口子跟狗啃的一样 饭呢,就在里面呢,我们的物拿出来了 炖炖炖 给它塞进去,然后稍微的给它摇晃一下 翻翻面 剩下两包呢,也给它赶紧夹热一下 听听这个声音,火力非常猛啊 还天烫手 跟国外的巨粮比起来,我还是觉得这种国产炙热的它方便呀 来,咖喱鸡丁倒出来瞅一瞅 这个小颜色是真不错呀,黄亮亮的 黑椒牛肉炒饭,紫然羊肉炒饭 经典粽子饭,传承不能断呀 我们也可以用勺子给它捣散 这样就会好看一些 讲真的,我觉得这款它的卖相呢,还是很不错的 它在那个13基础当中还改良了一些 感觉比那个还强一点 其实军板呢,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它应该是比较便宜的那种,竞标嘛 懂得都懂啊 人家一般也是喜欢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 香的一批呀 真不错呀的小味儿 特别是这个紫然羊肉 紫然味儿的非常的浓厚 带感 OK,现在看起来呢,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卖相是真不错呀,我觉得 先来尝这个咖喱鸡丁,金黄的色泽 真不错 我觉得小味儿还不错呀 就是这个米饭比较偏软 跟鲜鲜米呢,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那不是废话吧 这种形式的米饭做成这样呢 已经是很不错了 再进一步就是那种冻干脱水的米了 香香的 不错,就是咖喱味儿吧,感觉比较淡 黑椒牛肉 黑胡椒的香味儿 里面的含肉料其实还行 就跟外面的外卖一样 那种炒饭里面也没有多少肉那种感觉 黑胡椒辣辣的吃起来还是蛮有食欲的这一款 自然羊肉 自然的味儿太浓了 很香很香 作为应急食品来说啊 这个味儿已经是很不错了 如果你非要把它跟那些外卖比的话 那岂不是太欺负人了 咱不能欺负老实人呀 要是觉得味道淡呢 我们可以来上一包灵魂辣酱啊 来来来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国产巨粮不能失去虾辣酱 就跟西方不能失去烟露沙冷一样 拌上去之后吧 它这个颜色都好看了一些呀 感觉还是那个味儿 非常的带感 辣酱一出就非常的开胃呀 我还能再盖三盘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辣酱里面那种豆豉的味道 很香 这边也来点儿 只要酱好吃 在鞋店它都好吃呀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做的那期沙雕视频了 往事如烟 不堪回首啊 这个酱它的辣度一般般就是比较香 有味儿 下饭是很棒的 被烤能量棒 其实呢我们在新款的韩剧制作里面就吃过这个玩意儿啊 差不多的东西 一个长铲的经典换皮 松软香甜 鸡蛋味浓郁 其实它就跟我们平常吃的撒起码差不多呀 但是我觉得吧 它比一般的撒起码要好吃不少 甜度适中 不腻 然后又特别香 很不错 这哪是能量棒啊 这就是小零食啊 还是那种特别好吃的 平时去户外的话 搞几根再玩 那可太方便了 有点小饿来一根 非常nice 一起去爬山吗 我请客 有去无回的那种 先来看看这个90压缩饼干 金属盒子的包装 就非常带感呀 一盒2000克 这种金属的盒子呢就让我想起了很早期的这种军用的压缩饼干 也是这种大绿皮盒子装着的 一共是16包 里面的包装呢是这个样子的 好听吗 好听就好饼干 为什么这个这么硬啊 这很离谱 哎呀关系 它这个表面还挺硬的 差点没咬开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硬的鸭头饼干了 搞得还挺结实 口感呢很酥 嚼开之后呢 干干粉粉的 味道呢 很是香甜呀 有一股淡淡的奶香 这玩意把体积小热量高 然后又方便储存 拿来当应急食品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就是吃多了就特别特别的腻啊 饿不死就行了 都那个时候了你还在想什么呢 偶尔吃一吃还是挺好吃的 为什么这款做的这么硬啊 吃到真的了 像它这个外面的硬度 真的就非常符合之前压缩饼干的谣言啊 硬的像石头一样 好的今天那天吃到这儿了 这款一三便宜式的这个烧饭呢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价格比较合适 小味也不错 拿来当应急储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呀 用上的时候呢 还能吃顿热乎的 非常棒 就算是平时在家里面饿了懒得自己做的话 也可以搞一段这玩意儿 主要就是一个方便嘛 不过作为甜食爱好者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萨奇马 背口能量棒 哎呀我喜欢这个背口能量棒 好吃 主要这个背口能按棒 它保质期就比较短 只有一年 就像长期储备呀 还是得靠压缩饼干呀 起步就这三年 好久没有吃到这么硬的压缩饼干了 OKOK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各位大佬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